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眨眼MyRadio已經是十周年 今年我們都有很多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我們的網頁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風風雨雨 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 MyRadio仍然是凹凹不倒 大家對MyRadio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的節目支持人打氣 記得交月費 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 月費計劃 天天天南主持 神州五指 張文龍 曾偉廉 鄭忠文 劉榮鑫 陪他話 哇 有多不多廣告 多了 做了十分鐘之後再來多個 當然不交台費 當然要多些廣告 講到口水乾 還沒有一個位置 能夠看著直播的兄弟 說一句我交了 都沒有人說 真的沒辦法做多兩個廣告去享受 只要五分鐘過 當然要 當然要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一次去台中 台中去草雄眷村 我伯娘指給我看 他很熟台中 你們在台中擋室路也靠他 你沒有去 天南之下 在台中擋室路也靠我伯娘帶路 在草雄眷村 香港很喜歡去的地方 指著山 我伯娘說 陳水編就找到這裡 陳水編就找到台中 你不要做什麼放他出來 那時候我伯娘說 陳水編就找到這個監倉 他一看見 你不要做什麼放他出來 好了 阿編就放了出來 保愛就醫 保愛就醫 現在出來搞什麼呢 最近火熱就是上個禮拜 520也是撞 海格蘭基金聚餐 他要去 那其實 陳水編都去了 上年都去了 但真的很乖 很低調 還不是很低調 在擦邊球 人家在旁邊開餐會 然後他在旁邊開了間房間 跟人握手 然後說自己沒有出席 那些民建民狗官的想法 就是這樣玩 阿民穿子 其實應該這樣說 我們細緻一點說 給大家知道 他參加這個海格蘭基金會 籌款募捐的參會 台中的監獄說出 他有幾個不可以的 不准 五筆 叫什麼呢 不進會場 不上台 不談政治 不接受傳媒訪問 也不准演講 但是呢 那是阿扁來的 我其實覺得這些 這個台中監獄 這個 好了 有些 想不通的一句說話 你不准入活動會場 不如說直接不給他 就行了 那有時候 就是要這樣 其實是 你叫他不要入會場 就等於不給他 即是說我不批准他 不是喔 他說不准就入會場 就 不准就入會場 這七個字就被他抓到 那個隙隙 可以在旁邊租房 沒有說不給你 在旁邊 其實本身 其實他是有能力去判斷你 是不是 插邊球 現在他在欺負你 不斷踩你 看你什麼時候著火 哈哈 由頭到尾都是在玩著 所以他現在又聰明 我不演講 可以 我做了一條片 你們吃飯的時候 就播了 他好像不是做片 他可以直播 直播 直播 即是玩那些 手機直播 即是好像那些什麼 那些做證人 在法庭那裡 你又在房間裡說話 那些 那又出奇了 那他又真的沒有上台 那他又不是演講 沒有上台演講 但其實你作為 你幫他保護就醫的時候 其實你有監管權 還有你有判斷權 他判斷究竟他是不是犯了規 你怎麼會被他拆到邊球 你應該一國一國 你這樣去了 不行 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他真的不上台中監獄 台中監獄是不上的 只能說他不准他出席就可以了 但是你又開了這個牌頭出來 然後你又不去判 最後你又沒有去批評他究竟有沒有犯錯 有沒有犯到這五個五筆的 然後他又可以不了了之 以後他繼續玩 以後一定是玩到的 他擺明就是在玩這件事 因為他就是想試底線 看你什麼時候拉我回去 你這件事真的比香港差 因為他怎麼比香港 香港擺明不給你 你哪有得 好像現在有錄影說 陳水扁被尋在台中監獄的時候 比他的待遇更慘 比博錦衛更慘 我又想說一件事 其實你講懲教這件事 英國人給香港人的觀念 實際是高於台灣和韓國的 因為真是天子犯法與謝民平等 當然是要借民同罪 對 無論你是特首也好 即使是曾任權也好 就算是曾任權也好 讓你混個人單人房 但是那些單人房 都是和家人殺人犯的單人房一樣 都是籌駕你 都是和林國雲混混 只不過那些家人的 跟家人的蓋不上 那些叫CatA的籌室 只不過是,因為你是一個公眾人物,他不想你放在大祠堂那裏,被其他的囚友 是騷擾一個人,可能很敬重的騷擾他 就把他放在那裏,你不知他,敬重他 你這個貪婦真厲害,那我不知的 一定有這樣的 可能會笑他,你是特首,貪那麼少,你看我 我坐五年了,我騙了五億 以前的公安局都寫一億,你這麼少 我坐牢,你不知的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懲教 雖然有這樣的保護措施給一個特首 或者是高級的,有名氣的囚犯 但又未至於像陳水扁,有一個十幾坪的 五坪的花園 被他出來跑步 原來完全是一個,那個監倉 那天只有十幾坪 電視機億看人家監倉 帶用他這些監倉監倉 不算,不大啊,就很大 你是 他倒插你睡覺的,但你陳水邊可以享用這麼大的醜失 人家說他壞壞的叫國家元首 但現在真的這樣,怎會弄五筆條例給你,搞笑笑笑 香港沒有五筆,一人給 最後他出席了這個場合,然後他講一番言論 他說,嚴通政府怕我說話,那我就會倒台 他說,你講什麼才行,你做了功課 他說什麼? 他說這幾句 我說陳水邊講什麼? 就在影片裡說,我講話去年我出來的時候 要我乖乖地講話,你又不讓我講話 今天我講話,你又要我給 應該這麼說,他這段都沒什麼意思 他整段最精靜的就是他說,他竟然幫軍工做 那段其實我不會覺得是精彩,所以我不專心截出來 我覺得他那個叫做,兜巴扯了蔡英文一包 你為什麼要刻薄軍工教系 那段也不會,那段擺明是拿來講的 那段才是精彩的,因為你明白其實 基本上以陳水邊的過程和陸營的時候 那個想法呢,軍工教系 你把國民黨那些混蛋那級外省人才要控制 我不會這樣看,其實你只可以說,阿扁多多少少都有在國民黨混過 始終,所以他對於這些東西比較聰明 蔡英文反而他對這個東西敏感到不足 在國民黨混過 其實就是 OK,廣告又來了 大家好 眨眼,myradio已經是十周年 今年我們都有很多十周年的慶祝活動 請大家留意我們的網頁的通告 所謂風雨生信心 過去十年,風風雨雨,跌跌撞撞 但到了今時今日,myradio仍然是凹凹不倒 大家對myradio的最實際的支持 就是通過月費支持計劃 為我們所有的節目支持人打起 記得交月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禍應不到這件事 大家幸好沒有說 廣告開得這麼快 廣告說來啊 為何這次廣告滾了一鍋 肯定有人給了錢 剛才我們在廣告時間 我們看到 因為阿扁這番錄影的演講 引出了蔡英文在國軍韓江33號演習 的一段說話 其實是叫做一個姿勢展示 告訴他 其實我也是 很大聲 我是國軍的靠山 我是中華民國軍的靠山 這個其實很好笑 陳水扁幫幫幫中教 已經是一個好笑的 其實是好笑的 然後蔡英文去砍十八趴的 然後去侮辱軍公教的一個總統 突然他說 我是中華民國國軍的最大靠山 在場的官兵聽到的時候 最大反應是退役的那些 其實你知不知道 其實因為陸營政府 在這個所謂轉型政義裡面 去搞軍公教之後 其實令到整個國軍裡面的士氣非常低落 甚至有一些比較高級的軍官 提早退役 我為什麼還要喊下去呢 因為我喊下去 我的退休金會這樣 不如我早點出來 社會打滾好過 辭職了 其實其實 首先你做了現在那個叫做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總統的 都是國軍的三軍總帥 這個三軍總帥 對於國軍不尊重 而且他去務兵各樣東西 都沒有什麼好成績 那就是務兵也不關他事 為什麼不關他事 因為整個政策轉向 那沒有的 開開開 這些都是馬鞭九海的 馬鞭九海 不再強制招兵 這當然是務兵 你可以強制 你可以強制 你可以加他人工 哄他來做 加人工 那句加人工 你都不是特別有用 最重要是重建軍人的形象 你一時到晚說你是衛蟲 一時到晚說你是在裏面天兵 一時到晚你在裏面什麼都搞 要不說你是投共 其實你這樣搞了幾次之後 士氣低落很正常 每個人都覺得 我已經沒辦法為任何東西而戰 給多少錢他都沒用 不如給那麼多錢 不如請法國國用兵來救我們 中華民國國 好像是今屆 從頭考到真的 叫做畢業 只有170個 軍人 有4000個空缺 那你根本是填補不到 所以蔡英文你自己說 是每一個叫做國軍的大靠山 那你怎麼靠出來呢 你靠悲就有了 靠不就有了 陳水扁那句說話 都仍是一個事實 軍工教 軍工教很空 但是蔡英文說了一句 我是中華民國國軍的大靠山 這句事實真的不是 這句真的不是 我連陳水扁那句都拜 但我真的不拜 如果純港位置來說 他是說得對的 純港位置做三軍統帥 我是你們的大靠山 如果純港位置是對的 無論誰做 都是對的 這句話 問題是這當然是蔡英文 他是三軍統帥 但是不等於大靠山 所以是不等於的 我都說純位置來說 純文字來說 他的位置是 始終是 始終絕對 因為你這樣大問題 你那些東西 說出來 是一個笑話 你本身好像現在 川普那些 突然說自己是和俄羅斯敵對 那不一樣 那件事是你一開始的形象出來 已經是 而董位軍人的形象 將所有事情已經做完 然後叫出來說 我們大靠山 你說出來是不對的 你明白 ICAC是貪污反的最大靠山 現在是這樣的意思 你明白 那件事是太對立 他相信 反正我又劈你什麼 我又劈回未來退休金 總統卸任 和副總統卸任的禮月金 都是劈到無論的 因為年戰獲得太多 是幾萬的一個月 其實先說清楚 年戰獲得的 不是副總統禮月金 副總統的禮月金 他做完副總統的禮月金 其實有多少錢 這家本身是有二十 沒有基礎 二十八萬左右 即是他現在打算退任之後 那是想要劈多少 無論政府總統都只有八萬 現在總之全部都只有八萬 即是他想劈到這個價錢 這家民進黨初手通過了 那原本呢 原本有多少錢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 然後劈到十八萬 劈二十萬 那一年期有多久呢 他拿到死為止 我記得我看過的 就好像說副總統 就可以拿四年還是八年 很短的 總統就拿到長一點 但李登輝都快拿到沒有了 拿多一兩年就收檔了 因為他有個上下年期 因為想不到李登輝這麼長命 真的 九十多犧牲 我跟他在捱你不知道 但其實大問題是 問題是 他砍那個金 那個是 有人說 他對準兩個人 一個叫蓮子 其實這個是煙幕來的 第二個就是馬英九 就是不可以拿那麼多 因為他新的這條條 一定是影響到馬英九 那其實拿不拿有什麼所謂 馬英九總統禮遇 他都不太關心 我不知道 以他的李登輝 二百萬元 他八萬元都生活到 最慘的是 如果你說你總統 都是拿八萬元 那你以後的行政院長 那些 就是離島任司來島 一定是有夠錢拿走 你那些例如 低到什麼 台幣一萬六萬五嗎 香港七千幾百千元 我這樣說 我其實就很反對這個 高薪養廉這件事 為什麼呢 在香港就沒有效 你看到 曾蔭權不是 他特首的人工 不是高於全世界的嗎 高薪養廉後 那些人工不一定 高薪養廉後 那些人工不一定會養廉 但是如果 又是那隻 我覺得 你無端端又 去 將二十幾萬 或者一年有二八 一個月有二十八萬 突然一二三 就減了下去 我覺得 不要 你要講往後的總統 就這樣 或者我蔡英文 由我開始 當然害怕 蔡英文快要下飲 轉回去 還有其實 沒有理由會這樣 因為 那是根本有一個很象徵的意 純象徵意 我知道他講民眾黨 不懂計算 你就算 砍年金也砍這個 禮預金 我覺得都是亂砍二十四 就是 阿扁那時候 他說經濟不行 他把禮預金 都是砍低了 由四十萬 砍到 整二十萬 那他以為這樣 我覺得OK 那時候 全世界經濟不行 但就算你經濟不行 因為其實那個禮預金 那個作用就不像一個 叫做好像 退休金 並不是一個公務員的退休金 其實國家給錢 這些 就是 四任了的總統 或者副總統 原因就是 是希望 因為他們 他還沒死的 他國家上面 有個國家形象 他是退休 他可能有時候 要特派去做事 所以就用 給這些這樣的錢 他們 譬如說 現在馬總統有他的 你登輝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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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 是陳水扁的辦公室 就是在台中間 其實那個錢是有需要度 是用的 如果你一變變八萬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影響到 那個叫做 那個總統 其實八萬元很少 八萬元做不到多少 就算是 二十八萬都不是多 你除了多少港幣 我當是除了四 都不是很多錢 幾萬元港幣 幾萬元 開一個地板 一個高級公務員的價錢 就是 七萬元 開一個區議員地板 開一個區議員 有什麼用 對總統 對總統有什麼用 我不知道他要砍你 其實很難理解 其實 還有你有想到 可不可以想到 一個國家尊重 那個元首的 一個體面形象 其實也不是太多錢 在我計算 二十八萬 如果在香港 你民建聯球其中一個 連累牌總 一個月不止花二十八萬 不止 早前有個數字公佈出來 一個辦事處一年 是花六七十萬 即是某些民建聯的辦事處 最少六七十萬 最少啦 不過他們財政很極度健康 那他們的辦事處 是比你中華民國總統的 他一個區議員 也比你中華民國總統的 沒有 其實我不太明白 他的邏輯在哪裏 其實你劈自己的待遇 是沒有用的 你是應該改善其他人的待遇 改善整個工人階級的待遇 所以 所以 國民黨立委 在立法院裏質疑 這件事就是 八萬元 這個門檻 是沒有所依據的 希望大家能保留 這件事 就不要把它減到八萬元 而且你純粹是想做一個政治仇殺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想劈了 劈了 劈了你們所有人 讓你們不能拿錢 其實你不是一個負責人的態度 沒有的 他覺得這樣就像從人民交流 應該減低又減少 要轉的又轉的又轉 多好啊 總之過了這一年 我搞定了些事情 你就好日子 他經常都是這樣 很奇怪 而且你這個數目 現在中華民國不是有二百個總統 是啊 現在才有幾個 還有那些總統會死的 你不要每個人都以為 李登輝這麼久 九十幾歲 你不是有幾千個長生不老的總統 還有一個 就算是在生的都沒有了 還有副總統已經是 已經說 給了 副總統已經是 呂秀聯和蕭曼祥已經完結了 吳敦爾還有幾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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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年左右 他好像說 因為副總統 很短 只有四年 但現在的收法 另一樣 就是把總統的 原本是永久 都改成十三年 很早 本身李登輝可以拿永久 都沒有永久 馬英九現在拿25萬 原本是李登輝可以拿終身 是呀 就是阿扁的時候 動他 因為2006年的時候 阿扁就動他 就把他改成十三年 有人說就是 跟李登輝不和 專門動他 不過這個後患 說真的 李登輝也不會稀罕 你那25萬一個月 其實說真的 你當選總統 你那二十幾萬有什麼所謂 你看蔡英文 他家裡都不止二十五萬一個 所以他就是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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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假的大方 因為他有的 你知道馬英九 知道他們那群人 都是靠這些薪金吃的 那我就去砍 他現在提出來的 要你付錢的方案 那幾百億 從中蔡英文獲利 能夠在落袋裡的東西 都不止二十五萬一個月 我就不明白 所以他現在根本就立在心腸 因為反正我不要 我就去砍掉他 有什麼所謂的 我還拿到面子 但是你的面子 不是拿來救國 又不會輸解到國家的財政危機 還有你如果說到 輸解到財政危機 就像王國興說的 你買不到多少冠五餐肉 賣不到多少冠五餐肉 都不止 那斷了斷了也不夠 你剛剛開的那個肚子厲害 八千八百 你要一千年不死 拿了那些總統禮預金 才能回到本 還有配對貸款才行 是啊 那你開了一個這麼大的肚子 帶來一個這麼大的財政危機 你打算把自己的總統禮預金 就算了 你這個大靠山真是吹槍 我打 你撒平了那個山 拿回一個小土丘回來 我希望他四年之後 他宣佈自己的政績的時候 不要把這一行放進去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非常好笑 他也是自己銀河包的 這家廚師 現在說的 噢OK 他一直都有偏 他說他偏 根本那個八萬元是偏了的 偏了預算 怎樣自己銀河包 不拿嗎 不CAM還是怎樣 其實這個真的又是一個 蔡英文 下午我看過台灣的片段訪問他 其實原來他家裡有人煮飯給他吃 送便當給他的 是嗎 不是廚師煮給他的 但不知道他請了八萬元廚師來做什麼 他請了八萬元廚師 他知道他不用 然後就放在那裡 究竟想怎樣呢 我就不明白 不是增進就業機會 不如乾脆 乾脆好像馬總統那樣 跟特勤搭火便算了 沒有這樣 那邊當好難吃 不要虐待人 所以其實 我覺得 你不要拿這個馬英九的另類 來放進去 他的標準不應該放進去所有人 還有他要拼青年 拼那個形象 打算救一下自己的問題 但有時候這些青年 我覺得如果身邊就不太好 所以他選了一個最少成本 一個總統府請廚師八萬元 我覺得很正常的 好嗎 節目時間又到 下個月就 下個星期就謝功他們 回來了 記得喔 最後一件事 記得交台費 這集之後不交了 好 拜拜 再見 大家